各位同學好 我們課本中有電解硫酸酮的實驗 我們會先用電源供應器 電源供應器 電解硫酸酮容易 正極過來會產生氧氣 負極過來會有銅離子得電子 變成銅 然後在碳棒上吸出 然後我們來看電解的反應 我們電解硫酸酮的實驗 正極會產生氧氣 氣泡很明顯 負極會產生銅 因為它是紅色的銅 但是我們出口看到都黑色不明顯 然後而且用量很多 我們需要用到一兩百毫升 那我們等一下來做微觀的實驗 只要幾滴就可以做 硫酸酮的電解實驗 各位同學我們電解微觀的硫酸酮實驗 我們首先我們需要 找一個載波片 上面把它貼上一小片的那個吸管 當作凹槽型的再撥片 然後把它放到水波顯示的下方 然後開始打開電源 開始電解 電解的時候我們要先打開電源供應器 然後我們剛剛電解硫酸酮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量很大 需要兩百多CC的硫酸酮 那我們現在微觀的時候 我們只要五滴硫酸酮容易就夠了 所以它可以達到減量環保的目的 而且電解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正極還是會有氧的氣泡 負極還是會有銅的吸出 而且這個銅是紅色亮晶晶 很明顯 比剛剛聚觀的時候 黑色的銅明顯多了 好 各位同學 我們這個紫色高麗菜 是很天然的酸鹼指示劑 那我們把它加了酸性的時候 紫色高麗菜會變紅色 鹼性的時候它會變成藍綠色 那我們把它打成汁 放在罩杯裡面 好 接上電源供應器 然後把電源打開 然後正極就會慢慢的產生氧氣 負極就會慢慢產生氫氣 而且正極會偏酸性 負極會偏鹼性 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很明顯的 正極會慢慢的變紅色 負極會慢慢的變藍綠色 這個電解高麗菜汁 我們也可以做微觀的實驗 一樣我們把高麗菜汁 滴到凹槽型的在撥片裡面 把它放到解剖顯微鏡裡面 我們可以來觀察 微觀的電解高麗菜實驗 那我們現在把電源供應器打開 好 同學可以看到 正極會產生氧氣 負極會產生氫氣 負極會產生氫氣 而且正極這邊會產生氫性的 那高麗菜汁是氫性的時候是紅色 然後負極呢 高麗菜汁鹼性會變成藍綠色 所以紫色高麗菜是天然的植汁劑 很高麗菜汁 水是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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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會吸收 水是毒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